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有八位學生在滑球線上各投籃十次 他們投中的次數分為這樣子 第一位是投三球、七球、一球、三球等等 這個是練習前的 練習完以後 他第一位就投中五次 七次三次 那麼他第一小題問說 是分別求這八位學生練習前後投中次數的全聚 那我們要對一組資料做統計的話 我們會先把它排序 比如說你要求全聚的話 我們要排序以後的話 那就最大的那個資料 減掉最小的那個資料 這排序的話 我們現在電腦很發達 我們就用電腦來排 比如說你用那個 那個Excel Excel來排 然後你把資料打進去的話 然後把它給選出來 選出來以後按排序 他就自動跟你排 不然你慢慢找 以前的話是畫什麼呢 畫那個證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比如三球的 有這個幾個 比如說一二三四五 像什麼 像在開票一樣 開票就是用這種方法 或是說一二三四五 這樣子 這個叫畫技 不過現在的話呢 電腦很發達的話 就不用畫技 你就叫電腦去排 好 那電腦一排出來的話 排完序以後的話呢 這個資料變成多少呢 變成是一二三三四五七九 好 那最大的那個資料就是九 最小的那個資料就是一 所以呢 這個練習前 我們叫R一好了 這個就是呢 多少呢 就是九減一 九減一的話等於八 這練習前 他的全聚是八 再來我們看呢 這個 B二小弟 B二小弟 那 這是練習前 練習後呢 練習後的話 我再給他重排 我給他排序 就是三 四 五 五 六 六 這七 十 他全聚的話呢 就是多少呢 我們叫R二 R二等於多少 R二是等於十 減三 等於七 那代表呢 練習前 他全聚 這個 比較大 就比較分散 分散 分散 代表什麼呢 代表這個球的話 有點亂 亂頭 這個呢 練習完以後的話 他的全聚比較小 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 頭重次數 比較集中 所以 所以呢 他的前後全聚的話 這個是這樣子 這是第一小弟 第二小弟 他說 練習後 這八位學生 頭重次數的分布範圍 四猴又比較小 是啊 這個什麼呢 頭重的次數比較集中 練習完以後的話呢 每個人頭重的次數呢 就會比較集中 而且喔 應該會比較多啦 你可以把它求他的平均數 這求平均數的話 頭重的次數一定會比較少 那這個同路次數啊 應該會比較多 啊 而且質量集中 所以喔 是練習完以後 他的分布範圍是比較小